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前天 美國要求中國關閉駐侯斯頓總領事館 事隔兩天後 中國終於採取了反制措施 就是叫美國關閉駐成都總領事館 新華社的社評說 此舉是美方霸凌挑釁在先 中方被迫無奈反制在後 責任完全在美方說 美方橫漫要求中方閉館之舉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 是美方對中方單方面發起的又一次政治挑釁 是對中美關係的蓄意破壞 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說法 關閉中國駐侯斯頓總領館 是為了保護美國知識產權和美國人的私人信息 這個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 被很多國際媒體譏諷 人心不可為 天道不可欺 美方無端關閉中國駐侯斯頓總領館的舉動 不僅使中國人民憤慨 也使得國際社會看清楚美方霸凌的真面目 濫打中國牌正在透支美國的國家信譽 中美合則雙贏鬥則雙輸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告解說 中美除了合作以外別無選擇 雙方承受不起發生衝突的代價 希望美方能認清形勢及早懸崖立馬 避免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實情整篇的社評當中 最後那段才是最點題 其實就是說明了 中國仍然很想把這場中美外交風波 管控在一個有限度的狀態 不要使它再升級 而且今次中國所採取的反制或報復措施 根本上都是依存著一個相對來說 對等的原則 因為美國要求關閉的駐侯斯頓總領館 基本上它的地位不及其他幾間總領館 雖然駐侯斯頓總領館有其歷史意義 是中國在美國開設的第一家領事館 但是地位上不及其他幾間 好了 現在中方這個所謂反制措施 它都只不過是動成都總領館 成都總領館比起駐上海和駐廣州的總領館 地位又是低級的 更加就沒有好像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所說 就說要移動駐港澳總領館 如果是移動的話就大劑了 嚴重程度高很多 因為駐港澳總領館的地位 就是僅次於駐北京的大使館 故此我們昨天在片中的研判是準確的 並不是天花亂聚式亂吹水 實情中國今次關閉這家美國駐成都總領館 影響可以說是相當輕微的 好了 到底這些兩個國家之間互關使館的情況 以往是有沒有發生過呢? 其實在特朗普上台以來 美俄之間就是曾經發生過這些互關使館的行為 當時特朗普下令 要關閉俄羅斯駐三藩市和駐西雅圖的領事館 而且還削減俄方外交人員簽證 但後來美俄雙方有沒有發生熱戰? 事實上是沒有 故此不能說 一關閉了市館就代表熱戰的機會大了 還要看其他因素才行 比如說在南海問題上 到底中國是否是完全不退讓呢? 美國根本是為了拿彩 如果中國在某些地方上退讓的話 熱戰危機又會下跌了 所以我認為做評論或分析 是不能以主觀願望凌駕客觀事實 或者專門說一些內容出來 是為了取悅聽眾而去說的 這樣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當然 你說2017年的時候 美俄交戶 和目前現在2020年的中美新冷戰 究竟是有沒有可比性呢? 我也覺得是不能夠同日而語的 因為 蓬佩奧今天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發表的演講 就已經是標誌著中美進入了新冷戰的格局 而且也反映出 美國有了一套全面的對華政策 已經整體化了 就不再像以往那樣 分門別類 分開不同的領域 處理不同的事項 現在已經是一個整體的對華政策出來 所以不能跟2017年的美俄交戶相比較 說回昨天 中國政府又提出了有關BNO護照的反制措施 但是似乎 都是跟今日關閉駐成都總領館一樣 是擺下姿態 這個不僅是我這麼想 而且就連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她也是這樣說 她就說 中方的措施都是象徵式 葉劉還說到 說現時持有BNO護照的人士 只有約35萬人 實情這個數字是嚴重被低估的 因為根據英國BBC的報告 就說英國內政部 目前是積壓了超過40萬宗的護照申請 當中有多少是屬於BNO的更新 或者是續舆呢 我相信是佔了絕大部份 因為很多人在5月底 關於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出台以後 才陸續去預備文件 照片 或者找人附簽 然後再去速遞寄信 所以繞揚了一番 其實很多人都去到6月頭 6月中才寄出續舆的申請 所以現在即押了大批的申請 最終處理完之後 我想可以是翻倍的 這個數字 去到80萬都不出奇 絕對 好了 葉劉還說 外交部如果最終都不承認BNO護照 特區政府都會跟隨 但是影響就有限 他說 你拿著BNO去歐洲就沒問題 因為他們都接受英國護照 但是若然在外國回香港 只是持有BNO護照 中國在落實了反制措施以後 就會通知所有的航空公司 旅行社和外國政府 到期時 你未必能夠持有BNO登機或者登選 但是若然你登到機登到選 而你又有香港的居留權 你就無論如何都能進入香港 為什麼他現在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會變得這麼客觀 好像完全改變了他的口風 照計葉劉應該是戰狼上身 他完全沒有像梁振英一樣 又說要取消別人的護照 又說要取消別人的身份證 他沒有說這些話 反而他就很客觀地說出 說這個中方的反制措施 影響有限 真是轉了口風 放軟了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歉於這個 國際制裁的危機 傾向說話就正常化了 我也覺得沒問題的 他只是說實話實說的 總比林鄭評論BNO好 每次他提及到BNO護照問題的時候 總是斥責英方的舉措是偽善 又或者英方所說的是花言巧語 實情 當英國內政部公佈了5加1方案詳情的時候 就已經是打臉了 人家哪有花言巧語 事實上你住5年之後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 住多一年就可以入籍英國 這些不是花言巧語的事 是事實的事 是成為BC英國公民的其中一個途徑 如何花言巧語如何偽善 夠不夠你偽善 你口口聲聲聲聲聲聲聲是愛國 我不質疑你 你自己放棄了英國護照 雖然他為了擔任主要的問責官員 所以才被動式放棄 也非在不必要的期間主動提出申請 但是她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當年受惠於英國的居英權計劃 目前仍然擁有英國護照 是英國公民 是BC護照 為什麼到現在這一刻 仍然不捨得放棄英籍 當一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連自己的家人也說服不了的時候 你怎麼說服其他人士的愛國 這些完全是說不過去的東西 而且你目前的狀態是什麼呢 就等同於大陸口中所說的裸官一樣 你本人就沒有這個外國國籍 或者是外國的永久居留權 或者是外國護照 但是你的家人全部都持有 誠何體統請問 所以你中國經常搞反制措施 第一個要搞的措施 就是要在香港的高級官員 和高級警官當中 搞一場應早歸宗大會 凡親所有擔任主要官員 和主要警官那班人 不僅是他本人不應該持有外籍 而且他的籍系親屬 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 都不能夠持有外國的國籍和護照 否則的話 這班人在香港搞到亂七八糟烏里馬賊 拍下屁股退休了 又可以走去外國定居 因為他的親屬有外國居留權 這樣請問是誠何體統 一定就是要對於這些裸冠的現象 有效打擊是可以 最後就想說一下 關於英國的媒體 有多份報紙都登了這個消息出來 就說 英國外相藍韜文打算 削減 每年對華的 無償金錢援助 實情 這筆金錢援助 在去年的總額 去到七千一百六十萬英鎊 大概乘回十 就是七億港幣 究竟是通過什麼方式來援助呢 就是利用納稅人的錢 直接 對中國援助 或者是通過聯合國和歐盟花費在中國 然後 然後 當中有些資金 就是用於幫助中國企業和英國競爭 這些正式就是 中國所講的 找石頭 砍自己的腳 你現在根本上就應該去取消 是不是 否則的話 懷疑你是看不起中國 因為中國目前現在 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 使用你援助嗎 所以英國這七千萬鎊 就應該可以省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